中國科技股亦有人在暢淡 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就是大衛邏奇 大衛邏奇不是史德芬邏奇 而是另一個邏奇 這個邏奇也是很有名的 特別是十多二十年前在大摩做的時期 都是戚冊一時的 他說現在持有中國科技股 例如阿里巴巴、騰訊等 這類互聯網經濟平台的科技股 風險很大 原因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監管的情況 剛才提及了 迪力春夏令大家重現 中國加強監管這類股份的憂慮 現在的監管風險很大 另一個風險就是中美競爭越來越激烈 亦對這類科技股是不利的 所以他個人不願意承擔這些風險 所以覺得在這麼大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 這類股份的風險實在太過巨大了 換言之 無論是愛惟、美股、科技股 以致香港中資的科技股 都是被大MASA或重量級人物在暢談 即使是這樣 科技股今天就沒有再跌下去 壞消息入市 科技股不再跌下去 而且從技術走勢來說 這類股份也不算是太糟糕 例如你看到這就是騰訊 昨天一支大陰燭 今天製造一些陀螺 換言之就是一個代變信號 一個大跌之後出現的陀螺 出現代變信號 多多少少反應 去到低位其實也有些承接 至少好友都願意試試買一些反彈 這是一個正面的狀況 阿里巴巴亦是 而且它的走勢比騰訊更加理想 起碼從陰陽足來說 過去這兩天的走勢 阿里巴巴的走勢比騰訊強 原因就是昨天一支陰燭 今天阿里巴巴低開 低開之後就回頭 現在升兩個六 已經一支陽足深入了 昨天的陰燭的足身 按陰陽足 這個叫做儲光初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儲光 大家聽得明白 當然是向好 光明 顯示這類科技股的形勢是不錯的 所以換言之 是否輪流向下炒 起碼科技股好像未必再不斷轉 未必至於不會好一點 阿炒完略物股就是向下炒 偶尊樓又炒回科技股向下 暫時看科技股 就未必會在這樣的狀況 字幕提供 下降臨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